涛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有粉丝推荐的韩国恐怖电影《恐怖故事2》 电影刚开始,在一个监控里,一个大叔像是喝醉了似的,在监控里摇摇晃晃的 紧接着大叔背后就出现了一个人影,然后眼前就是一片血迹 随着电影名称的出现,电影也正式开始了 在一个办公室,监控里的大叔突然被惊醒,原来刚刚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而已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在争吵,大叔外出查看,发现自己的员工短发女友的麻烦 于是上前先来了一个英雄救美,将来闹事的人赶走 随后两人就去仓库边整理资料,边聊一些最近的事情 因为短发女有一种特异功能,那就是触摸纸张,可以想起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大叔将其中一个保险单给了短发女 短发女拿到后,似乎看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开始讲解第一个故事,悬崖 故事开始,小赵是个做非法买卖的,既然做这个买卖,心情总会很压抑 于是每到有空闲的时候,小赵都会出去散散心 这天小赵约了小赵一起去爬山,但就在被美景吸引拍照的时候 两人不慎跌到悬崖下的一块石头上 在遇难后的第四天,小赵突然说自己的食物不见了,怀疑是小赵拿的 但其实是被自私的小赵自己藏了起来 遇难后的第五天,小赵本想拿出来吃一口,无奈却被小赵的梦画吓到将食物掉落 当小赵听父亲的话向下看时,发现了丢掉的食物 准备去捡的时候,小赵手滑不慎将小赵摔死 遇难后的第六天,小赵想办法拿出一张钞票来求救 直到晚上被冻的没有知觉了,才被山上的搜救队就走送去了医院 不过还好命大,没过几天就出院了 小赵回家后,收到了自己登山时的所有行李 但唯独缺少了那张钞票 当小赵打电话给搜救队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搜救队是为了找小陈说事,才去找他的 说到底小赵还是借了小陈的福气,在大难不死 小赵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吃心慌 于是就去祭拜了小陈的父亲 小陈的父亲似乎也很埋怨小赵,为了出气还故意从照片上下来逛了逛 不仅如此,回到家后又遇到了小陈的鬼魂 小赵再也受不了了,正准备夺门而出时 小陈的弟弟小明登场 小明是来找小赵算账的,既然害死了自己的哥哥 那姓赵的也活不了多久了 当天拆散小赵的谎言后 第二天小明就带着小赵去了悬崖边 理由是为了撒骨灰,但实际上是为了杀小赵报仇 小明将小赵推下了悬崖,然后就大摇大摆的离开了 当天晚上,小陈的鬼魂也来凑凑热闹 最后小赵大概应该是被小陈带走了吧 所有朋友这样千万不要涉及到利益 否则真的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 画面转回到仓库,两人依旧在整理资料 那时大叔突然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说让帮她买什么东西 结果大叔恶狠狠的拒绝了 还说不要再打电话过来 随后就递给了一部三人一起买的保险单 让短发女看看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故事,事故 故事刚开始,三个落榜的女孩外出游玩 途中还不忘喝一两罐啤酒 一个不注意就发生了车祸 不仅车毁了,手机也亡了 于是三人决定一起走路去旅馆 但就在这途中,知恩不断的听到有人在喊着自己的名字 随后黄发女突然看到一个小木屋 于是三人急忙去了小木屋 刚到就发现了一个老人 老人还说你们终于来了 三人感到很是奇怪 随后老人准备带受伤的朋友先去治疗 还叫了黄发女去帮忙 然后知恩被安排去点燃蜡烛 过了很久,众人不见朋友回来 于是知恩就去找 却看到了老人绑着两个朋友似乎在做什么法 知恩吓得跑开了 等跑到发生事故的那里时 知恩发现了自己和两个朋友的尸体 原来自己已经死了 就在知恩回忆发生车祸的时候 画面突然跳转到医院 知恩从床上醒来 下床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 看着镜子里慢慢笼罩着自己的黑雾 转头看了看病床上 原来知恩只是回来看望自己最后一眼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光反照 见见停止,知恩也随着老人进入到了森林 呃,忘记和大家说 其实三人去那个小木屋是个鬼屋 老人也相当于是阴间的黑白无常 抓到灵魂后将他们送往阴间 画面暂时转回到那个小仓库 大叔和短发女依旧收拾着那些资料 这时短发女突然看到 在仓库的天花板上有一个黑色的影子 像水一样滴落在大叔的手臂上后 居然就消失了 最后大叔又拿出一份保险单 短发女又开始讲解最后一个故事 逃脱 故事刚开始 小鲜肉老师准备在一所学校做支教 却不知道这是一所学生主宰的学校 在学校里老师什么都不是 所以小鲜肉在班上的第一天就被整骨了 原谅操哥在这里不厚道的笑了笑 随后小鲜肉觉得再也活不下去了 准备跳楼亲身时 一个会穿越的长发女来到小鲜肉面前 长发女看着准备跳楼的小鲜肉 递过一张纸 上面写着可以穿越到异界的方法 那就是通过电梯和盐水 当然以上方法纯属虚构 小鲜肉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女票 女票也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 就在这时 母亲打来电话说 家里需要盐和水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怂恿小鲜肉去穿越呢 结果小鲜肉走到电梯前 就真的按照纸上的方法试了一次 回到家后也直奔卫生间 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 直到母亲打来那通电话 小鲜肉才觉得有些异样 走出卫生间观察的时候发现 一届的母亲真的是很高大 随后赶紧回到卧室求助长发女 但长发女此时想到的只是 不能和异界的亲人四目相对 所以晚饭时 小鲜肉就一直用斗鸡眼的方式 看着自己异界的亲人 晚饭过后 小鲜肉再次打电话给长发女 长发女说 需要在到达异界的当天晚上12点 从阳台上跳下去 就可以回到现代 但现实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第一个方法失败了 于是长发女开始向姐姐们咨询第二个方法 那就是含着自己的尿液 在有血的浴池里憋气 就可以去到地狱的边界 然后用剪刀刺瞎双眼 就可以回到现代 不过话说这么扯的方法 怎么会有人相信呢 果然就在小鲜肉刺向自己的双眼时 两个姐姐突然冒出来说 这个方法只对女生有效 看来这个小鲜肉也不是什么聪明的人 故事最后一个镜头 以一张小鲜肉死时自拍的照片结束 所以说神神怪怪的事千万不要乱做 电影到最后 反发女看到大叔背后的黑影越来越大 就问大叔还有什么遗言要说 还说大叔被诅咒了 现在大叔迷茫的时候 突然被一个黑影推倒 紧接着就被墙上的很多只手拉进了墙面 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叔的女儿做的 话说如果大叔给他买东西 可能就会饶了大叔 但结果大叔的做法 使得自己中了女儿的诅咒挂掉了 电影最后以短发女打扫仓库的镜头结束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